公用頻道存在許久 仍有許多民眾想使用 卻不是那麼清楚規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與中家寬評合作 舉辦手機影製工作坊 吸引民眾報名學習拍攝製片技術 同時了解媒體禁用權 與媒體試讀的重要性 公用頻道節目是由誰來提供 所有看公用頻道的人來提供 你既是一個觀眾 你也是一個生產者 所以公用電視某種程度 他在跟觀眾的關係 是觀眾的角色不同 跟觀眾關係一樣 他還是做節目給你看 DVS做節目給你看 公用電視也做節目給你看 所以他是做節目給你看 所以你都是一個被動的節目的接收者 你可以喜歡可以不喜歡 可是公用頻道都做節目的 因為公用頻道誰才是公用頻道精英者 所有並有線電視 甚至廣益的所有擁有 這個系統的那個地區的民眾 你既是消費者 月天仲 你也是這個頻道內容的製作人 生產者 當然公用頻道就是實踐媒體禁用權的一個方式之一 所以民眾可以透過投影片 就是把自己的影片放到公用頻道上表達對自己 或者是對實證的看法 所以他是一個禁用權的展現 應該說他是一個經用權展現的方式之一 所以媒體出場當然我覺得是很重要 第一個是基本對媒體的認識 是他們要辨別什麼是好的媒體 什麼是壞的媒體 然後再加上是他們可以怎麼去使用 然後像剛剛我們的工作坊也有提到說 基本的色情裸露暴力或是商業媒體這個 都沒辦法在公用頻道上面做分享 那在這點我覺得他們來這邊 就可以認識基本的一些媒體的指示 面對資訊爆炸的世代 民眾如何從明月聽 避免被假訊息受騙 透過公平無私這款桌遊 了解到訊息背後可能有許多操作 呈現出給觀眾接收的模樣 不全然單純真實 也提升辨識假消息的敏感度 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可以藉由桌遊的部分 然後去了解說公用的那個頻道 跟商業的頻道的不一樣 正消息跟假消息的話 就是可能會先看過 第一次應該是會先看過帶過而已 對 那如果他一直反覆出來的話 就會想要不自覺的重視他 然後會想要去了解說這個的真實性是如何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全民都應該要具備的基本知識 就是在學校裡面會有學習到 那民眾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在日常生活中 像是平常看新聞媒體啊 或是電視的時候 他們應該要知道怎麼辨別說 這些訊息哪些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工作放心超過60位民眾報名 30多位學員參與 透過理論傳授與實作 促進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使用 也從而提升民眾媒體素養 記者翁英俊 台北報導 然後再決定你要放在上面還是最下面 因為最像